大家还记得1998年的特大红道灾害吗 我国海洋学家认为这场98年的红道灾害是由厄尔尼诺 拉尼纳现象和长江流域生态恶化两个原因 共同引起的 为什么我们会提到那一年 因为根据媒体报道今年 有可能会出现本世纪首次 三丰拉尼纳现象 那么什么是拉尼纳现象 拉尼纳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国哪些地区的感受会更明显 拉尼纳事件发生之后 中国秋季降水很容易出现 北多南少的特征 冬季的拉尼纳会大概率引发寒潮现象 那么三丰拉尼纳现象又是什么 会导致今年的寒冬吗 我们看三丰 意思是连续三年的 全球气候都受到拉尼纳效应的影响 那么这种现象十分罕见 而拉尼纳是西班牙语的音译 意思是小女孩的意思 这样学家解释 这是指赤套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表温度 大范围 持续异常变冷的现象 是热带太平洋海温异常增暖 厄尔尼纳现象的反向 按照强度的级别 拉尼纳分为弱中强 三个等级 从1950年到现在 全球一共发生了16次 拉尼纳事件 强拉尼纳事件在历史上 仅仅出现过一次 那么拉尼纳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东南信封将表面被太阳晒热的海水 吹向了太平洋西部 致使西部比东部海平面 增高近60厘米 西部海水温度增高 气压下降 潮湿空气积累 形成了台风和热带风暴 东部底层海水上翻 致使东太平洋海水变冷 俗话说夏季有多热 冬季有多冷 那么冬天出现极端性的 寒潮的概率就会增高 那么罕见的三重拉尼纳 今年注定是破天荒的寒冬吗 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不过大家一定要警惕 多多观察 做好防范 关注小强说 我们要解更多信息